现在我们将把三个听小骨放回画面中 它们是灯骨、针骨和垂骨 我们将从微小的灯骨开始 它是身体中最小的骨头 灯骨由与针骨相连的头部 由后脚和前脚形成的弓 以及占据椭圆窗的椭圆形肌部或组板组成 这是椭圆窗 我们将把灯骨添加到画面中 灯骨底的边缘通过允许其移动的膜 连接到椭圆窗的内部 灯骨的运动在内耳的外淋巴中产生声音震动 我们将微小的灯骨机添加到画面中 它的肌腱从后面连接到灯骨头 这是灯骨机 它的肌腹被后面的骨头包裹着 灯骨机使灯骨向后倾斜 灯骨的头部 与我们将要添加到画面中的针骨相连 这是针骨 针骨移动灯骨 针骨则由垂骨移动 针骨有体 短脚和长脚 长脚向内弯曲 中止于与灯骨相连的痘状突 短脚指向后方 短脚的尖端在这里通过针骨后刃带 拴在骨式壁上 针骨体前部有一鞍形关节面 针骨与垂骨在该关节面连接 这是关节面 我们将把垂骨连同将它固定到位的韧带 添加到画面中 以及这些韧带所附着的骨骼 我们已经看到垂骨的这一部分向下垂 即垂骨骨骨与骨膜相连 在骨标本中 两条韧带相互对齐 垂骨围绕于前韧带和后韧带 成一条直线的旋转轴 仅进行几度的旋转运动 垂骨和针骨之间的关节几乎没有运动 两块骨头一起移动 针骨斗状突的运动 引起针骨的倾斜运动 针骨的运动 受到针骨肌的作用的限制 垂骨的运动 以类似的方式受到第二小肌肉 骨膜张鸡的限制 这是骨膜张鸡的基建 骨膜张鸡被封闭在此处上方的骨隧道中 并与耳道平行 当它从骨隧道中出现时 它的基建转了一个角 骨膜张鸡向内侧拉动垂骨饼和骨膜 针骨鸡和骨膜张鸡 对响亮的声音做出反应 它们的作用有助于保护内耳 免受噪音损害 最后 我们将在骨式画面中 添加一条非常不寻常的神经 即骨锁 骨锁是面神经的一个分支 从此处的骨骼发出 穿过垂骨 和真骨之间 并在与蛇神经会合的途中 离开骨式 骨锁将味觉传递给大部分舌头